大家有什麼問題 先頭林瑞瑞說過 公眾已經很清楚 就不用做公共諮詢了 現在就押後做公共諮詢 現在就決定押後了 現在還未公佈 你怎麼看它這個轉變 以及你們會怎樣利用這兩個月 去到有稅政府撤回那個方法 它現在緩和廢陽民意很明顯 以及建制派都給它壓力 他們現在有一個論點 今早在法案委員裡面說 就是認為這樣連建制派都受到牽慮 以及這個焦點已經變成很成功 讓我們轉化了剝奪選舉權 而不是制止玩東西 因為他們一直強調制止玩東西 堵塞玩東西的漏洞 結果現在全世界都沒有人跟你說 這個堵塞玩東西的漏洞 大家都在說剝奪選舉權 其實那些建制派是很擔心的 但是我們的立場 剛才我講過 我們就是要它無條件遲回的 你延遲異毒都沒有用 你一定要收回方案 延遲異毒不是等於收回方案的 方案拿了出來的 不過異毒日期押後的意思 原本的恢復異毒的日期是7月13日 這個恢復異毒就包括三毒 三毒 二毒要投票表決通過 那就成為法例了 過程可以有變量 我補充一點 我想它的延遲 因為知道我們的修訂不可以完全拒絕 我們的修訂成功至少去十幾二十天 這樣放不到暑假 我想他們和保養黨那些想早些放暑假 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大舊提醒我們 除了我們這個拉布 就算我難 我未必可以拉布到這兩個星期 我十天 一個星期一定沒有走路 那那個民情是不是可以讓我們凝聚 這個反彈的力量大 他不知道會出現什麼事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原因 不能放假可能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他不想我們有個戰場 反正也是 他就言辭異毒 我解釋這個法律上是一定的問題 因為在修訂程序上 他因為這一次那個修訂是翻天覆地的改變 在立法會那個條例的修訂的程序 譬如政府原本一個法例上 有十幾二十個條文的 但是他所有條文全部改了 那我們那個修訂 只可以按原本的男子草案來修訂 我們不可以修訂政府新提出來那個 就是自己的修訂 但是程序上 就先討論和辯論他那個修訂 他那個修訂一過了 我修訂那些男子草案那些 全部不能討論 全部不能投票的 就是我原本已經有了六百多個修訂 差不多有五百個 基於他的修訂 就是總統全部作廢 所以其實在一個 就是在一個程序上 和那個時間上 就是我自己的演繹 你就是因為程序上這樣 就剝奪了我立法會議員修訂 政府法案的權利 我就已經和資深大律師在研究中 打算禁制他下個星期三 即是下個星期三 你這樣做法 是剝奪了我作為議員 過去慣性修訂的權利 所以法律上他都未必一定過得到的 如果我禁制到他 所以我想他那個押後 除了政治上 有很多考慮 有很多考慮 一個就是法律上 第二就是 我們那個修訂 就算我現在重新再訂些修訂 都可以訂六百幾個 所以他們真的 我動文就估得保守一些 可能十人二十日 我估他沒有二三十日他過不了的 如果我們 我們要有二三十日命才行的 如果我六十幾個修訂 我沒有聲音 我可以休會十分鐘的 有很多程序的 我們就決定了 你不夠三十人 我們就要求點人 我想最大的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法律上 七一大遊行 有這麼多人 而引起了 就是說現在 包括所有其他的民主派 都紛紛撲出來 是不是有人動過牌 是不是 就是個個殺有戒事 是不是 就是 就是那個民情 還有那個輿論聲音 是很明顯的 大家看到兩張暢銷 最暢銷的報紙 是連續兩天頭版 是不是 就是很難頂 然後永遠都是這樣的 大哥 跟紅頂白 是吧 羊群效應 然後電台節目 是吧 就是日講夜講 然後整個輿論已經凝聚了出來 好過我們初初我們發爛的時候 只有我們在那個網台上吵 是不是 我都做 有些記者我都說 我都在抱怨這張報紙 找個顯微鏡 謝霆鋒 兩夫婦那些 那些燈頭版 是不是 這些電話這樣 我們都嚴重在那裡 香港都玩完了 所以始終就是香港人好 你七一大家show up 一show up就可以了 簡單而已 其實我十幾日前 我在立法會 我已經溫馨提示 這個林瑞麟 就是不是在大會上面 在一個休息室裡 我跟他講 我臨局上 你可以收工 我說你現在 不要以為很可愛 你輸騰的 我真的這樣跟他講 所以那天在大會裡面 我重新講一次 我明天遊行 一定很多人 謝謝你 是不是 就是這些我們完全 估計得到的 但是那個政府 完全就要強行來 所以這個是 我覺得他是夠有自取的 但是在一個諮詢期間 你們會有些什麼的 活動 或者是什麼運動去 我們就 我們都沒有仔細談的 我們現在初步就是 初步我們就是 7月13日 我們康民署 和警務署 警務署 我們都給了一個申請 7月13日 我們要求 日子13日 14日 連續三一樓 OK 你收回這個方案 除非收回這個方案 你現在說延遲易讀 我們的集會照上 OK 那他反動到多少人 幾千人沒有走 幾千人沒有走 如果他不延遲易讀 我想很虛陷 因為你其他那些 那些都來的 是不是 民主黨挺有型的 就去追擊梁美芬 追擊自由黨 真是 哇 我看得到想作偶 真的 其實呢 你們兩個有幾個修訂 我們現在已經入了600了 我們上個星期四已經入了600多個 我們今天有200 800多了 800多 那但是 因為他那個修訂 我們要 將他再改 那所以 但是 主席就讓我們去到 明晚 就是我們有多24個 我們有多24個 所以我們會繼續入 其實現在呢 政府都是說延遲 首先大家都說 那麼 其實如果 他們再提出這件事出來的時候 他們會再搞一次 前職再補選 其實你們那方面會怎樣 我們就一早都提出的 我們在右行城的訴求就是 凡民總辭 抗議惡法 是不是 就是現在 當前急務就要他撤回 那他不撤回 就要抗議 就要集體請辭 我們那個訴求 是第一天提的 是不是 你不要跟我說寫文念 我們第一天要叫他總辭 是不是 叫他參加修訂 他說不辭職 不修訂 不發言 三筆 現在又這麼積極 是不是 到時你都會考慮 辭職作為補選的 集體總辭 集體 好 沒有問題 還有 想問一下 你剛才提過大舊 大舊 當晚都被人抗議 大舊 可不可以大舊 另外就是 警方當晚 發言出來掛油 是有示威者向警察 訂東西的事 神經病 那裏在網上 大家如果看人網 已經很多討論 也都拍到那個人 就是看那個人 是警方的臥底 還是一些其他人士混進來 這個人民力量整晚是我們的人士 我們由始至終是好守秩序的 就是我們都沒有要求示威者去訂東西 至於那位人士是哪一個呢 你看人網很多的討論區 那些相片都出來了 我亦都出了一個要求 叫誰知道是哪一個呢 盡快聯絡我 但是這個絕對不是 人民力量策劃的工作的一部分 至於那個暴力行為 我自己都空到瘀了 那個情況我覺得 完全是警察的暴力來的 就是我們一埋到去 是吧 那警方就立刻 就是我們停了我們已經 就是動物說大家都隔一尺 就是展示是警方阻止我們的遊行 就是這個是我們那個的 表示整個行動 一個象徵意義 就是警方阻止我們的遊行 誰知道我們一埋呢 就警方一動了 一動呢 就一個警察就插著我的頸 一插著我的頸呢 跟著就有個人在後面呢 就拿著胡椒噴霧來了我 來了我的眼睛兩寸 就整堆胡椒噴霧入了眼的 那跟著就逢一聲呢 一脫就打到我的胸口 大家如果 就是有些朋友呢 就今天給了一些報紙我呢 就因為有很多人知道 我被警方打和叉鏡了 就東方那個 東方那張照片就很漂亮的 那就應該看到哪一個打的了 那我們遲些再處理那些問題了 我也說我昨天回到家 他幾天出來 回到家 我一脫衣 我老婆看著我 怎麼整身瘀了 我都不知道自己瘀了 總之那個 還有我落了地之後呢 還被人踩多兩腳的 明顯是 我看不到啊 我自己看不到啊 我自己看不到啊 你擦人家這樣啦 接著就渴啦 接著就擦頸啦 有一個伸手 扔我眼鏡啦 我現在脫了 我先拿這個袋子 扔眼鏡啦 這招最毒的 扔了眼鏡噴你 你就糟糕了 我們根本完全沒有暴力行為 我們是完全沒有暴力行為 是不是 我們又沒有任何 任何的兵器都沒有任何的武力 我們只是手繳手 你們是警務人員全部受訓的 我們是手無寸鐵 沒有受過任何這個紀律訓練的平民 我們是故意叫一些 我們前兩派的人 是翹著手這樣走的 我們沒有動 我們是手繳手的 有些群眾飆出馬路 你追他 那麼好合理啊 我們是翹著手 有隊形的 所以我們是沒有可能 有任何的動作傷害到警務人員的 我們是手繳手的 我們一定要追究的 大哥 現在時候這兩天 有很多人跟我反映的 因為我內外都有同伴 就在第二排 有第三排 我是第三排 第三排 是啊 明明是第三排 我的經歷就是這樣 我覺得後面有人推我們 這麼奇怪 你知不知道 所以那些人 最重要就是 大家在那個位置 我們仍然是在馬路 我們仍然離禮賓府很遠的 OK 所以那個位置 是沒有對任何人構成任何的影響的 我們走前多一百步都沒有影響的 是吧 所以那個 那個的警方 就是這麼強烈的行為 很明顯呢 是一個的展示這個的警權 欸 我說不可以走 就不可以走 就要在這裡止步 就是一個的 是一個的 簡直是 展示那個的 自己那個 不是尊嚴的那個 就是權威 現在是為了要展示自己的那個 權威 那個的態度來的 所以 我們可以這麼說 是如月了那個 執行任務 所賦予他的權力的界線 是吧 所以我們一般叫做濫用警權 就是這個意思 是吧 你警察要維持治安 是吧 那他一定要有權力 但是那個權力不能夠過當 因為你看到他們後面還有一群警察一排排的 你醒 所以這個很明顯是跟曾偉雄有關 是不是 就是由他開始做警務處長以來 就已經是力次高壓 來打擊那些和平示威的人 大家都看到的了 是 所以這位警務處長是應該要下台的 他將會令到香港 是陷入一個 陷入動亂的罪魁禍首來的 可以告訴大家 遲到出來 想著怎麼追究監警會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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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到警署 那個的 好像那個副指揮官 就是問我用不需要去醫院 我說沒有用的 是嗎 就是 他問我有沒有傷 我說我整身都傷 是嗎 我的眼睛又噴到 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臘骨就被人踩兩腳 我們公開研責他 他和我們會在立法會 就是在我們立法會議員的權力範圍裏面 就是要求他們 就是 保安局長要答我們 我們一提口頭質詢 他一定要答 是嗎 在他答問的過程裏面 我們可以批判他 只能夠這樣 還有什麼可以做 打他 是不是 告他 全世界文明地方的警察 不會用這樣的手段 對和平示威者 他會說 美國那些用警罐罵你 不是一個 不會人踩人 美國那些全部都是示威者 是拿鐵棍和他對峙的 是很強烈的 今天還有一些建制派的議員 就英武學蝕 就在那裡批判我們這些 批判我們示威 就是過極 就是 包括這個 就是梁振英在內 就是梁振英過去 所營造的那些所謂親民的形象 一鋪就玩完了 我告訴你 他做特首 他或者選特首 我們一定衝擊他 我現在跟大家說 因為這個人是沒有資格 這個人不是一定要說 是沒有資格做特首 是沒有資格做特首 我告訴你 喂 你駕車阻礙你 你就在那裡犯罪 你是行政會議召集人 對不對 OK 好 另外有些報道說 就是 那些電影的警察 已經收緊你們坐下 拍了 拍了 我們拍了他的照片 我們拍了他的照片 還有那天 就是 是醫生 還是黃洋答話 是 我們現在齊齊叫曾偉紅吃屎 看看隔壁所有的那個 答得不太清楚那個 就是惡底了 真的有些人不答 真的不跟他 我喊的人 是 你肯定不止三個惡底 很多個